这是一个用逻辑推断 人们额头上有什么的脑筋急转弯 它叫做数字额头游戏 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的 脑筋急转弯之神 把三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 当然这三个人都是完美的逻辑学家 这意味着他们有无懈可击的推理能力 而且他们知道其他两个人一共有三个人 也是完美逻辑学家 都有无懈可击的推理能力 让他们围成一圈 这是俯视图 这是一个人的额头的俯视图 方便起见他们都是光头 这样方便在头上画东西 这次我们不把他们的额头涂蓝色了 我们要把数字写上去 这个游戏的地下城主 或这个游戏的神 要选择三个数字 于是三个数字会被选中 他们各不相同 意味着不会有 相同的两个数字 将会有三个不同的数字 他们将大于零 关键在于其中一个数字 将是其他两个数字的和 他们把这个告诉所有的逻辑学家 这是他们选数字的方法 他们把这个告诉三位当事人 他们选中这三个数字 把他们写在人的额头上 设这三个数字是A B C 我们知道A 让我向下拉一点 加上B等于C 以至A B C是互不相同的 以及A要大于零 B也要大于零 C也要大于零 他们把数字写在人们的头上 这个人额头上是A 这个人额头上是B 这个人额头上是C 当这个人向外看 把数字写在人的额头上的原因 是你不能看到自己额头有什么 不许作弊 你能看到的是 其他人的额头上有什么 于是这个人可以看到A和B 这个人可以看到C和A 然后这个人可以看到 这两个额头C和B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 当然了你不知道 这个人额头上的C 恰好是A和B的合 他是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这是否是合 他不知道他的数字 是另两个数字的合 这只能是我恰好这么画 以至这些游戏的规则 若你是其中一个玩家 这是你们的视角 你看像其他两个人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两个人画大一点 那你看像一个人 这是你的视角 这是游戏里的一个人 在他的额头上 这还挺大的 你看到数字20 另一个人我用紫色画 另一个人你看到数字30 然后这就是你的视角 他们看到你额头上有数字 这个人可以看到这是20 不管你额头上是什么 这个人可以看到这是30 不管你额头上是什么 游戏的房主或地下城主 或者其他 问你额头上是什么 然后你看像其他两个人说 天呐我不知道我额头上是什么 我是一个完美的逻辑学家 但我还是不知道 我额头上是什么 然后他们说好吧 然后他们对这个人说 我们想叫他什么 就叫他什么 他们说 你知道你额头上是什么吗 然后他看像他额头上的数字 比如这是我的额头 我不知道上面的数字是什么 写在这上面的数字 他看像这个数字 再看像那个人说 你懂的 我真不知道我的数字是什么 他们说好 然后来找这个人 说你看像这个人 这两个人 你知道你的数字是什么 他看像你的额头上的数字 他说你懂的 我真不知道我的数字是什么 然后他们回来 然后你作为一个完美逻辑学家 说你说 哦我知道我的数字是什么了 这是这个脑筋击转弯的问题 你的数字是什么 为什么呢 你的数字是什么 为什么 这就是问题 从现在开始 我在这个视频里做的事 基本上都是暗示 然后我会把答案说出来 那我们来试着思考一下 暂停它 随便了 随便了 思考一下 这是一个挺高级的脑筋击转弯 要是很多次 可错很多次 不过答案只是一点提示 不是超级复杂的 不需要什么高级数学知识 它是再说一遍 很逻辑化的 这里可以用逻辑推理完成 你不需要任何高等数学来得到正确答案 揭下答案吧 若我要画俯视图 我就用黄色画 这是你 这是额头上是20的人 这是额头上是30的人 你知什么呢 不管你额头上是什么 设它为A 这是你要求的 以至这个大于0 这些很明显大于0 你已经看到了 以至A不是20 不是30 这是有趣的地方 以至我们其中的 一个额头上的数字 和另外两个数字的和 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提示 你得到这个暗示后 应该可以自己完成了 集A是这两个数字的和 集A等于20加30 集A等于50 其他可能性呢 这两个数字把它们相加等于A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20加A等于30 A就等于10 A就等于10 当然了30加A不会等于20 因为A不可以是-10 这是唯一的其他可能性 以至所有的数字 都大于0 每个玩家都知道这个 他们额头上的数字 是其他两个数字的和 或其他两个数字的差 这个人说你知道吗 我的数字是30加A 或者A和30的差 取决于哪一个比较大 我可以看到哪个比较大 看不到其30-A的绝对值 他对自己的数字就知道这么多 这个人他知道自己的数字是20加A 或者是20-A的绝对值 这都是从其中一个数字 是另两个数字的和 这一规则得到的 你并不知道 你的数字是其他两个的和 还是相加之后和数的 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回到最开始 在我们被问问题的时候 我们知道自己额头上的数字 是50或者10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示 你应该可以从这里自己了解了 我们已经把范围从 无限个缩小成两个了 这个人可以自己推断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条件呢 我们绕这个圈子一次 第一次你问这个人 他的数字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可以说我有50或者10 但我无法肯定的说 我的数字就是50 或者我的数字就是10 那还有什么以致条件呢 我们来找这个人 这个人猜不出自己的数字 然后这个人猜不出自己的数字 现在问题是 现在你应该可以猜出自己的数字了 来研究发生了什么 如果这个人是50 事实上 我们设另一个情况吧 我们设这个人的数字是10 如果这个人是10 那这个人会看到什么 这个情况我用绿色画 这个人会说可能是30加10 他会说可能是40 或者我是30减10 即20对吧 他说 我无法确定 我可能是40或20 我无法确定 很好 现在来找这个人 当这个人是10时 这个人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我是20加10 我是30 或者我是20减10 20减10就是10 然后你会说 等等 我不能是10 因为若我是10 这个人也是10 那就违反游戏规则了 其中一条规则是 每个数字都是唯一的 每个数字都不同 如果你是10 你一开始就知道 你是50或者10 若你是10 当你找这个人10 他就可以推断出 他自己是30 他怎么能推断出 自己是30呢 因为他看到这个20 若你是10 他会看到一个20 和一个10 他会说 我是这两个数字的和 或者是差 若我是和 我就是30 若我是差 我就是10 然后他会说 我不可能是10 因为你是10 而且所有的数字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只能是30 对吧 那在现实中 当你是10时 当你绕着圈子问时 这个人会推断出 自己是什么数字 对吧 因为他是一个 完美的逻辑学家 不过在已知条件中 我们绕着圈子问 这个人无法确定 自己是什么数字 他无法推断出 自己绝对是30 那根据他无法推断出 自己是30 意味着他在这里没有看到10 他绝对没有看到10 若他知道10在这里 他会说我是30 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是10 那我们就知道 你额头上的不是10 所以当 当问回到你10 你会说 我知道我一定是50 50是我额头上的数字 因为 若我是10 这个人可以比我 先知道自己的数字 在问回到我之前 可以推断出 自己额头上的数字 总之 我觉得你们会喜欢 这个脑筋器转弯 题目不是我设计的 我没有设计任何的题目 虽然我会加进一点元素 以后也会加的 再见了 咱们在试试中 试试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